嘿,我是徐浩 你是不是觉得好习惯很难开始 很难坚持 你总是半途而飞 其实只要五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可以培养 坚持你的好习惯 只要你看完这期视频 你就不会觉得养成一个好习惯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了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我们很多时候 不是没有动力去做一件事情 而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感 因此,为了让我们更容易 开始我们的好习惯 我们必须让它拥有更多的细节 时间和地点是习惯中重要的提示 也就是我们需要的细节 你要告诉自己 我会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 这样呢,因为你明确知道 你在这个时间段要做什么 你可以很明确的拒绝干扰 不会因为其他的琐事 而影响你培养你的好习惯 很多人穷极一生 都是在等待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可是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始 我们就不会用心的做一件事情 因此很容易忽视 很多关键的因素 让你只能一拖再拖 然后失去了更多的机会 经济学家丹比萨默约 在他的书中写道 作为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 其次是现在 只要你愿意现在开始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任何理想都有可能会实现 所以你现在可以暂停这期视频 然后找出那个 对你来说最合理的时间段 开始策划自己的习惯 写好了吗 我现在要说地点了 想要养成任何的好习惯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其实比起正能量和鸡汤 你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多数的时候 你做的任何决定 都会被环境因素所影响 只要环境不变 你就会重复同样的行为 如果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内在 你只能改变他的外在环境 为什么会有戒毒所 会有监狱的存在呢 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很多行为都能被控制改变 因此呢你会看到罪犯在出狱后 改过自行重新做人 当然你也会看到除了戒毒所的人 重新对毒品上映 因为他们回到了熟悉的环境 唤醒了他们的恶习 想必这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那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我们的环境呢 这个环境它应该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第一 那个环境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提示 让你每次看到它都会提醒你 需要开始做这个习惯 第二它必须让你感觉到开始一个好习惯 是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人呢其实是比较喜欢做容易的事情的 可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只做容易的事情 而是很容易开始我们的好习惯 首先呢你要了解我们的日常呢 是有很多的决定组成的 有小决定和大决定的分别 大决定是我们应该注意和关注的时候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之后的一连串行为 就好像我进入房间的时候 我有两个选择 走到床上或者走到我的书桌前面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 可是当我在自我觉醒的时候 我会发现当我选择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会比较慵懒 我会刷手机看Facebook 哪怕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让我看了 我还是不会做任何东西 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 而如果我走向了我的书桌 之后呢就是截然不同的后续行为 我会打开电脑打开我的Notion 然后开始阅读思考创作 一切的行为都是很顺利很随道取成的 因此呢为了让我更容易走到我的书桌 会经常弄乱我的床 让我不那么轻松舒服的躺下 而我的书桌都会比较整齐 不需要整理一遍 只要开起电脑真的是容易太多太多了 你的每一个好习惯都应该有个家 只要你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习惯 让你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 一个小建议是不要在同一个环境 掺杂太多不同的习惯 就好像我很少在我的书桌 看视频娱乐我自己 当你混杂各种习惯于同一个环境的时候 那些比较容易做的坏习惯 就会更容易占据你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在大多数时候 都是必大于利的 你原本只想拿起手机查资料 可是你不小心点进了其他notification 而消耗了你更多的时间 现在又是暂停视频的时候啦 你的好习惯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 接下来然后我们稍后继续 说了我们看得到的环境 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大环境 那就是你身边的人 你身处的圈子还有你的偶像 贵俗感是我们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 因此我们在很多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模仿身边的人 希望可以借此跟他们打成一片 而其中影响我们最深的 就是我们的父母了 会想一个baby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因为他们不懂语言 对世界也没有认知 因此最基本的学习方式 就是凭着本能模仿自己身边的人 从基本行为语言 到为人处事和生活态度 我们都是从父母身上学习模仿的 当然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 你也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们的影子 因此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你可以暂停视频 想一想你在父母身上学会了什么呢 如果是好的你应该保留 可是如果是物质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 我们可以及时发现 并将它一点一滴地移除我们的生活 上一期视频是教大家如何戒掉坏习惯 可以参考有哪些方式 可以改善坏习惯和观念 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想好了吗?想好了我们就继续咯 第二个想要说的就是我们身处的圈子 关乎我们的思想和看待事情的眼光与文化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处在什么样的圈子 爱上一个好习惯的最好方法是 加入那些已经把这种习惯当成一种文化的圈子 如果你想要爱上阅读 一个完全不阅读的人是无法给你任何支持和意见的 就好像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华语老师叫你英文的功课 它是无能为力的 现在网络越来越普及 让你加入这些圈子也变得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如果你想要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你可以上Facebook搜索 Reading Club或者是阅读社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群 让大家交流一些心得与经历 当你看到周围人都在阅读 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的有动力去付出 让你更加舒适的待在这个圈子 因为他人对你的影响和认可 你都会受到鼓励 渐渐的你也会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 你想要培养的好习惯是什么呢 现在去Facebook搜索 申请加入之后再回到这个视频吧 回来了 那我们继续搜索偶像 人为什么会有偶像 对我来说偶像就是比我们成功的人 也是我们学习的凯模 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都想要被接受 被认可 被称赞 而我们仰慕的对象 正好都已经有了这些 才会被我们仰慕 因此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偶像有哪些行为 是可以让你得到接受 得到认可 得到称赞的 那些行为就会很吸引你 让你去效仿 而成为一种习惯 古神巴菲特每天都会 阅读5到6个小时 Facebook的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一个星期也会运动3次 从伟大的成功人士 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优良的习惯 只要有一时的开始培养 执行这些好习惯 你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现在又可以暂停了 你的偶像有什么是值得你学习的呢 把它写下来 然后一点一滴的融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增添奖励机制 让你更容易维持重复你的好习惯 之前在四个步骤 记掉任何坏习惯的影片中呢 我提到过 坏习惯之所以那么容易让我们上瘾 是因为我们在当下就立刻得到了满足 因此同理可得 如果你的好习惯可以让你瞬间被满足 你也会对那个好习惯上瘾 我通常在阅读的时候呢 都会做笔记 记下书中有意义 值得深思的句子和概念 这样有利于我日后问习 还有分享给大家 对我来说 分享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会让你瞬间被成就感笼罩 如果你觉得腼腆 不好意思分线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你可以把你的心得分线在我刚刚提到的群组里面 他们都是和你志同道合的过生人 他们不会批评你 也不会对你落井下石 相反的 他们会鼓励你让你得到满足的 除了分享喜悦和成就感之外 你也可以做一个habit tracker 记录最终你的习惯 只要你今天有做到这个好习惯 你就可以在上面打一个go 而如果没有就空着 记录习惯会让你的习惯和改变明显 让你意识到你每一天都在慢慢变好 而记录习惯也会让你更认真的看待你的习惯 而不是自欺欺人的一直拖延下去 在你情绪低落 陷入低谷的时候 习惯记录就变得强大了 如果你没有习惯记录 你会很容易自暴自弃 可是当你有习惯记录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从一开始走到现在 付出了多少 走了多远 都坚持那么久了 你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吧 当然你只需要记录重要的习惯 有更多的细节 我会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做什么事情 第二 让你的习惯有一个小环境可以萌压 一个好的小环境是一个好的提示 提醒你需要执行哪些好习惯 同时也能让你的好习惯更容易开始 更容易被实施 第三 让你的好习惯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一个好的圈子 会鼓励你养成好的习惯 一个优质的学习对象 会让你动力十足 第四 让你的好习惯变得上瘾 和大家分享你的成功与喜悦 会持续的给你能量 重复自己的好习惯 第五 记录你的习惯 用心看待你的习惯 执行了就该记录 当你回看自己的追踪记录时 你会感慨你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 人生中很多目标很多梦想 都是要长时间的去累积 才能完成的 没有捷径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要靠的 不是选择 而是习惯 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中学习 把这些方法都应用在你的生活里 古人民宿Copy Bryant曾经说过 总有人要赢的 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总有人要成功的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我是旭浩 喜欢这期视频可以点赞分享出去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还有什么想看的题材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see you guys next time